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有几个案例 准备让大家来看看这几个到底是轻症还是重症 全身24小时痒案例 吕先生17岁 美国亚特兰大 症状全身24小时痒 2009年5月18日第一次接受原始点处理 隔天再进行第二次拍摄 我从小就有了 只是三年前才开始很难过 很干然后破 从小擦cortisone 然后越擦就越不好 然后越吃也是越不好 去年打针也是cortisone 为了我的皮肤 只是后来屁股总一个大的流 然后要开刀 干的洗澡出来很难转我的身体 很难转腰还有很难抬手 脖子也能转 皮肤都皱起来好像那头扰人皮肤 就一条一条线 西医都说没有救了 就是一辈子要那样子 那中医还是有说有救 治疗也没有用 针灸也没有用 最后才碰到扎音师 他教得很好 然后他说有救 然后帮我治疗一次 然后就开始不痒 第一次就帮很多人不痒 差不多三个小时就不痒 晚上也很好睡觉 现在是第二次 然后身体也舒服 今天也松印 然后假的也松印 吕先生案例追踪 约半年后 吕先生耗了七八成 有一次去佛罗里达州埋沙 事后追踪 以确定痊愈 这个影片应该很久了 应该起码都有五六年以上 那是早期的影片 这个症是全身性的 对吧 24小时都在痒 这样说来是轻症 还是轻偏重 重偏轻 还是重症 认为重症的棘手 我看一下 好 认为重偏轻的棘手 我看一下 认为轻偏重的 认为轻症的棘手 我看一下 应该没有啦 因为它是在身体 然后全部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大部分人还是都对啦 我还是想 你们应该听懂 因为它是全身性的 包括身体也有多处的 那还有一个什么 时间发作也很频繁 那光这几个就够啦 是吧 它不是局部的 是多处的 然后不是自幼四肢 它是全身的 然后发作时间又长 这三个要素 全部都是重症 所以这是重症 那重症 这个西医认为 它一辈子好不了 但是我第一次揉 就有效 那代表怎么样 它这个是他处体伤 但皮肤这个 颈奔还有一条线 一条线 那是什么引起的 那是本处的 那所以 它一定还要内外热源 那这样就可以解决 其实我说 这一个患者 如果是现在给你们做 不会拖半年的啦 这个如果懂得 24小时温敷 那这个很快 我认为 可能一个多页 可能就好了 所以现在 你看以前的影片到现在 我们的进步 其实很多患者 那个疗医的速度 已经更加快速 好 那 我们再来放一个案例 也是让大家来看看 这应该是 轻症还是重症 丁女士 患有严重湿疹 曾涂抹多种药膏 也曾入院治疗 不见好转 而且更加恶化 2015年8月10日 第一次到原始点咨询 手部湿疹照片 手臂 胳膊 及腹骨勾以下 全都齐痒难耐 痛苦不堪 晚上不能入睡 患处已抓到破皮流血 严重影响生活 先用红豆袋 全身大面积温敷 及服用姜汤 补充内外热源后 患者手臂及身体 感觉痒感 减轻许多 但腿部还是 刺痒难耐 于是按推臀部原始点 并继续温敷 阳感 减轻许多 当天晚上就很好睡了 第三天 手部照片 第五天 双手已明显改善 肿也减轻许多 第五天 双脚 第七天 手部照片 第七天的脚部和手部 短短七天 并不是每天按推 主要是坚持24小时温敷 每天姜汤洗澡两次 温热饮食 记寒凉 症状很大改善 心情愉悦 现在是第七天 我感觉就是已经 几乎可以说吧 康复 你看看我这个手 后续追踪 两个半月后 丁女士到推广中心 表示感谢 湿疹部位以康复 没有留下疤痕 迁细修长的双手 恢复了以往的美丽 恢复迁细修长的双手 两个半月后脚部 从发病到现在是将近三个月 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 就是身体基本康复 手部前后对比 脚部前后对比 好 他只绣四肢 那他说 他用红豆袋身体 起氧无比有没有 所以这里还要牵扯到 到底身体有没有 如果不考虑这个身体 只有四肢 那这样起氧无比 这个是属于什么症 不考虑身体 只考虑四肢 那是什么 认为轻偏重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认为重偏轻的举手 我看一下 那这个只有这两个 重症也不考虑 轻症也不考虑 那怎么会各有一半呢 你们不是都懂了 懂了就要一致啊 怎么会分成一半 那就代表有些懂 有些不懂哦 是吧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他手脚都有 是局部还是多处 多处啊 这个不是局部啊 那多处跟 轻症是不一样 那发作时间长不长 长啊 只有一个 他发作是在四肢 不是在身体 我说不考虑身体的话 那他只有在四肢 那这样说来 只有四肢这个是轻症 有两项不同 一项相同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 重偏轻 可见有些人 睡了一个觉起来 已经概念模糊了 昨天可能真的懂 今天已经开始 已经有一点 好像懂又好像不懂了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 是重偏轻 那如果他还有身体呢 那就是重症 毫不考虑 这个就是重症 那你看他的飞物情形 这个是最新做的 那你再对比上一个 你就知道那个速度有多快 你看他一个礼拜 那个手有没有变化很大 几乎都快痊癒了 而且他从不能睡觉 已经到能睡觉 整个身体的改变是 很快速的 所以我说如果 再回到五六年前 那个亚特南大的 那个弟弟啊 再来给我们治疗 那就快了 我认为一个月内 应该就可以了 绝对可以解决 那但是哦 西医宣判这个弟弟是 有没有用了 他的病会不会好 不会哦 是一辈子都要这样哦 那才一个重症就一辈子 那这个医学真的 好像我们必须要考虑考虑哦 而且揉了又有效 那个是他处体伤 他处体伤一般好的会比 本处体伤还要快 一般是这样 那你就知道 这西医没有那个他处体伤 连这种轻重症 他有时候要根治是很难的 好 那两个我放的 大部分我认为 大家还是有一个概念 但要精细不容易 最后再放一个考你们好不好 经验案例 朱先生 朱先生25岁 清海人 用原始点治好了多年的脚病 朱先生 左脚第二根足指处 长了一个硬壁大的老姐 疼痛难忍 影响走路 小时候走路总是瘸的 大学时去看医生 医生目诊时经验 做了三次冷冻治疗 冷冻很痛 无效放弃 用过很多治鸡眼的药 如鸡眼膏 大蒜 鸭胆子 高蒙酸甲粉末等 大多具有腐蚀性 都是治标不治本 疼痛没有缓解 反而有更严重的趋势 还做COR 激光手术 生了一个很深的坑 最后老姐又长了出来 依旧很痛 最后左脚已经变形 甚至有点萎缩 2012年3月 做了第二次切除术 并检结果直优 看上去那么不起眼的一个老姐 谁会想到她有这么大的威力 经各类治疗仍然是无效 2012年10月9号 第一次接受原始点疗法 志工老师直接给我做了足背部原始点 做完后说 现在你穿上鞋 放心走就是了 我穿上鞋走了两圈 确实一点都不痛了 以前冰冷的左脚 也开始有温度了 脚底也开始变得好软好软 我的心里如释重负 所有的烦恶 所有的烦恼瞬间消失 原来整个脚掌着地走路 会这么踏实 这么安全 经过五天处理 脚不痛了 老茧也越来越小了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 甚至可以跑步了 到了第九天 结痂快脱落 痊愈 值日可待了 经原始点处理 脚底的老茧越来越小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 情况越来越好 足底前段即将复原 前后九天 其实肌炎 我们这里还有好几个案例 那你看 这个肌炎经过西医 好几种处理 然后也隔了多年 也处理不好 那应该是什么症呢 这是轻症呢 还是轻偏重 重偏轻 重症 我们一个一个来考 认为是轻症的举手 认为轻偏重的举手 好 认为重偏轻的举手 好 认为重症的举手 几乎没了 大家程度还是蛮高的 因为我这样看你们的举手 有一半以上都是答对的 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轻偏重 我们一个一个来审视 它是长在身体还是四肢 四肢 这个符合轻症 它是局部还是多处 局部也是轻症 它发作时间长不长 长而且很频繁 只要踩就不舒服 那只有一样是同重症 两样都是同轻症 那两样同轻症就是 轻偏重 那轻偏重怎么吸 用各种方法都处理不好 你们不觉得这个医学 有没有生病了 所以 我这样让你们会辨证之后 你们已经懂得 什么是轻症 什么是重症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处理你们也看到了 那如果连轻症到重症 都处理不好 我们昨天已经讲 这个奇因是有什么引起的 医术不够完善 那就是现在的医学 还不够完善 我们不要说医师出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这样学嘛 他每一个字 所以都是这种方法 大同小异 所以一个没有笑 你再找任何一个 应该也都没笑 那就是医术不够完善 那怎么来改变这个医术呢 我昨天也有提出我的看法 一定要怎么样 以病为师 悉心学习 而不是说我医学读当 你们患者都听我的 好像很权威 这个态度是错的 因为医师是要服务患者 你要用最好的方法来服务 而不是说我的医术最高明 没有这样 你随时都要调整 如果感觉患者改善不当 那你就要反思啊 是不是我用的方法有问题 然后如果过去的方法 甚至医学告诉我的方法有问题 那就应该怎么样 放空之鉴 以病为师 只有从病人身上 才能找出答案 以这样的态度 我相信这个医学 就会很快速 但现在不是 你包括急救也是 CPR死了 下一次来 我还是CPR 那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反思 医学是不会反思的 我认为现在医学将硬到 已经他们 不断树立他们的潜威性 那民众就只能怎么样 哎呀 这个医学 西医反正他们说是最好的 那我们就相信 就是一种 大家 跟随的态度 而不去反思 这个医学到底有没有 是对还是错 怎么 我医那么多年还是不会好 那以后这些经验怎么办 那你看哦 原始点是可以复制哦 这个好 你下一个 一样有效 你施诊 我昨天也放 这个有效 下一个来 我同样有效 它是完全可以复制 那为什么 这些都是从患者身上总结 所以我说 如果轻症到重症医不好 是什么的问题 我不敢说医师 怕得罪人 但是我就是说 医术不够完善 那既然医术不够完善 你今天当医生 要服务患者 那医术不够完善 你就要重新学习啊 随时要有归零的心态 这个也是我一直强调 我们的志工 随时都要有保持怎么样 勇猛的心 精进的心 不要停留在过去 好像我过去已经听了原始点 我已经懂原始点 不能这样子 过去还有很多不完善 如果过去是完善 我何必一路修呢 而且修改到礼拜一 我才停笔 那么说来 我有没有不足之处 有没有 我当然有啊 我是凡人啊 我跟各位一样啊 我不是天生下来 我就知道什么病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我是从患者身上 他们一点一滴的告诉我的 所以我的老师是谁 肯定不是你们 真的是患者啊 我是真的从患者身上 然后如果万一做失败 我不会放过 这个失败 我不容许我下一个 还是这样做 我一定会做总结 然后反思 这个过程中我错在哪里 要不然原始点是不可能进步的 但我很担心的就是 把原始点当做工作再做 反正来 张医师不是说 这个就按推吗 然后这个来要红豆袋温敷吗 那没有好 那原始点就是这几样的 我也没办法 这个态度对吗 我认为不对 如果做不出来 一定原始点还有不足之处 那就去改良 所以你看我们从外热源的 刚开始的红豆袋 软贴 然后慢慢进展到 甚至有什么吹风机啊 眼红外线啊 种种 然后到姜粉 然后姜粉再从姜粉泥 直接涂 直接包裹 这种种方法不都是在改良吗 越来越精细 所以患者的好的速度 就会越来越快 然后遇到重病 现在也有办法 那有些 以前红豆袋温敷的 还没有危及到 那个快挂掉 如果有时候快挂掉的时候 或是那个病情已经 深入到更深层的时候 你有时候光红豆袋是 温敷不好的 那这时候就要改良 所以为什么我昨天也提出 灌肠这些 所以 不能把医人的这一件事 是当做什么 工作来做 我今天来 每一个病人来 我都是用一种很 虔诚的心 谦卑的心 我要从他身上找答案 也就是他一定要 告诉我一些什么 那我用心来帮他处理 那这个过程中 你也要思考 我过去这样做法 是不是已经完善了 是不是还有更快的方法 随时不要自满 那这样你随时都在进步 那原始点才能够怎么样 月趋完善 所以我说 医术的不完善 由来已久 如果不是我太太 我看不清楚 原来西医也是缺陷 中医也有问题 那既然都有问题 那原始点在这两方面 都有问题下诞生 那他注定怎么样 走出不一样的路 那不一样的路 你随时都要反思啊 我这样摸石过河 过程中 我有什么还要改进 所以原始点是 一路这样进展下来 所以我建议你们今天听完课 以后就看这一个影片为主 过去的影片 不要看 过去的那个太老旧 有时候他的医疗方法还 原始点的方法 纯熟度还没有像现在 现在是比较 各方面都能面面俱到 而且讲也能够讲到透彻 所以这个是指的思考 那我们的医学常常是停顿在 理论上的研究 但对于实质上 患者的帮助确实不大 你看鸡眼以前 这种案例已经致不好了 下一个你再去找他们 你不信你现在在 有鸡眼的你们再去找他 看看医得好医不好 我看你们这样 我再放一个好了 我说鸡眼这里还蛮多的 但真的他们是很难医好的 鸡眼与脚面破皮案例 李女士78岁住在香港 受鸡眼困扰近一年 步行超过半小时 则隐隐作痛 而脚底肌眼处日渐变硬 影响走路 学员本身认识原始点 故持续自行按推 相对应之脚面引撞机 可能用力过猛 致脚面破皮红肿 遂向推广点求助 错误原始点处理 脚面破损红肿 原始点处理过程 2014年12月14日 见其脚面处已破损红肿 了解后得知 李女士对原始点之理解 不甚透彻 例如她只有白天才喝姜汤 认为晚上喝姜 会太刺激导致失眠 而且她住处室内温度偏寒 却不以为意 经详细交流后 与学员定下具体处理方案 一、全日均饮用浓浆汤 约500克辛香浆 包1公斤水 代替所有饮料 二、脚面破皮处 不能再按推 尽量长时间红豆袋温肤 以外热源协助本处伤口修复 三、脚底肌眼处 则已将宜温肤之 四、因脚面有红肿 故按推脚踝相应原始点 按推相当痛 按后加强温肤脚踝 五、提醒每天如此进行 处理两回 六、加强内外热源 晚上睡暖电及开暖炉 五、助于饮食提升整体热能 以助修复 七、建议每天爬楼梯 约十分钟 当中饮用浆汤以做补充 因为是78岁长者 提醒需量力而为 原始点处理结果 一、与停止按推脚面后 只长时间温肤脚面 数天后脚面红肿明显消退 二、加长时间温肤肌眼处后 肌眼相对变软 三、每天加强按推及温肤 脚踝原始痛点 约十天后脚面伤口已见修复 四、配合浓浆汤 长时间整体温肤、运动及注意饮食 与室内保持暖和 患者感觉体力更好 五、持续按脚踝 加强温肤脚面与脚踝 前后共一个月 脚面症状消失 而肌眼处已不硬 长时间走路也不再痛 2014年12月14处理前 约一个月处理后 2014年12月14处理前 约一个月处理后 其实如果你们真的懂 这些肌眼都是这样 如此就可以复制出来 那我问各位 这一个肌眼是 轻症还是轻偏重 还是重偏轻 大家还是认为轻偏重 跟上一个一样 但是它脚面被揉破皮了 脚底也有 脚面也有 又多了一处了 那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 由轻偏重至到重偏轻 再由重偏轻 移到好 对吧 应该是这样说 所以都是可以复制 但是这个过程中就是我说的 有时候观念清不清楚 就像他一看 这个有时候他们的观念还是不清楚 那就会拖得比较久 好 那我们再来放 因为现在都在谈轻偏重 轻到重症 我们都放几个案例 那也让你们看到原始点的进展 有一些是不一样 我们来看富贵手 温肤的重要性 某女士60岁 双手皮肤干燥脱皮归裂 甚至会有发痒的现象 手掌面的皮肤会越来越厚 越来越干 严重时 只要碰到水都会引起恶化 有医生说是富贵手 有些说是肝手症 曾使用各类药膏 护手产品或乳液 让手部维持滋润 远离或少接触 容易诱发富贵手的东西 但是都未见改善 2014年11月16号 用红豆袋绑在手上温肤 只温肤一天就看到效果 但手上绑住红豆袋 容易脱落不方便 于是改用薄围 加暖暖贴24小时温肤 前后三天明显改善 2014年10月16号 未处理前干燥脱皮 龟裂疼痛发痒 温肤后一小时左右 龟裂处有明显愈合 后皮稍有变软 红豆袋温肤 温肤约三小时 龟裂处几乎愈合 硬皮变软 改用微薄加暖暖贴 24小时温肤 2014年11月17号 第二天继续温肤 晚上症状几乎完全改善 2014年10月18号 第三天 2014年11月19号 第四天 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四天 这个应该是不难处理 但是富贵手很多人有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手 水泡的 手部水泡案例 2017年3月25日 婆婆的手 婆婆用凉水洗衣服 并添加了洗衣粉 没戴手套 洗完衣服开始出状况 买药膏涂抹一周 越来越严重 并且手掌疼痛 发胀 涂姜粉 缠上保鲜膜 贴暖宝宝 用小手绢固定 第二天 涂姜粉 两小时后取下 水泡削了一半 手也不痛了 第三天 水泡全削了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十一天 第二十天 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二十天 婆婆说口苦 检查了舌头 舌苔很厚 全摆并开裂 义工老师按推 头部原始点并温敷 三月二十七日 前后头部温敷 第二天 三月二十八日 厚厚的舌苔不见了 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二天 婆婆的脚 同时也好了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 感恩志工老师们 第一个患者 富贵手 是用软贴 还有微薄把它包起来的 这一个是用什么 有没有注意 姜粉 不是姜粉泥 直接姜粉 然后就包裹 直接就温敷 这又是另外一种方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手裂开的 手掌裂开的 手部外伤案例 在2018年3月31日 傍晚我在家里面 要盖上一支玻璃瓶 盖不上去 我就用力一压 结果 啵一声 玻璃瓶破裂了 划伤了我的右手掌 一道五公分厂的伤口 当时我赶快止血 赶快煮姜汤 当时我就赶快 用姜汤 或姜粉 来成为姜粉泥 敷在我的伤口上面 再用纱布包覆着 上面用着软软包盖着 结果 我觉得不肿 不痛 不痒 真的很好用 到了傍晚睡觉前 我又重复着 用姜粉泥 姜汤 来清创伤口 用姜粉泥 一样来盖着我的伤口 第二天我开始换姜粉泥 一天三次 用姜汤来清创 软软包24小时的包在外面 我觉得温敷实在是很好用 第三天 我觉得伤口有慢慢结佳 瘦链的感觉 到了一个礼拜后 伤口结佳 有在脱皮的现象 我依然不断的来温乎它 两个礼拜以后 我觉得伤口完全的溢和了 我很荣幸 结到了原始点 让我可以帮助我的家人 还有亲戚朋友 好 这个是用姜粉泥 那你看同样在处理 用的方法好像都是热源 但是还是怎么样 同中有益 有没有 那如果你要让我总结 哪一种比较好 很简单 直接的绝对是对 那所以三者都是直接的 但在用法上 比如说这里有裂开的 我们看最后一个 我的正确答案 应该不要再用姜粉泥 我现在也要求基金会 尽量不要用湿的 因为从世界各地的案例 我几乎可以归纳 只要有伤口 撒姜粉就对了 撒姜粉 你看我昨天放的乳癌 有没有 那个伤口烂到这么深 那星巴威他们做患者 是大面积的做 姜粉最有效 那尽量身体不要湿的 记得我讲 除非不得已 我也不是排斥姜粉泥 而且早期还有生姜泥 就是生姜弄成泥 那个更不行 那个更湿 然后效果又更差 所以一路湿下来 几年下来 几乎已经可以很多 是可以淘汰 所以我这一次新书 很多把旧油的 像生姜泥 全部都废掉 我认为 这个是不可取 而且到重病的时候 有一些像乳癌 你用姜粉泥又湿湿的 很容易爆开 这也是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肝跟湿的 方面的比较 所以我建议如果是第三个 虽然他外敷都是对 所以对的对 对的方向大致都对 虽然还有一点点湿 但是他还是把它包扎 还是最后取得很好效果 但有些人容易过敏的话 你湿在里面 难免有些会生变 就是你会多出一些风险来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越干越好 所以这样说来 有几个方向你们可以取的 就是外热源的使用 尽量以干 所以第一个你看 他也不用湿的 他用微薄有没有 直接温敷进去 那这个比较不容易生变 然后第二个 如果能够做到透气 那就更好 比如第三个 他如果不包扎 我认为可能更好 直接撒姜粉 那姜粉进去的时候 他热热的 他就开始修复了 然后你在运动 他会感觉热 他就不断地在修复 那尽量透气 效果会更好 比不透气的还要更好 而且皮肤也比较不容易 有什么副作用产生 了解吧 那有一些像这种微薄 我说的都没有错 但是如果每个人 患者的体质 差别蛮大 如果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 包得不透气的时候 一般肝比较不会出问题 那湿风险就会更大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 所以譬如说 头部原始点要温敷 我常常鼓励患者 起码你把整骨这里 不要说剃光头 但起码把整骨这里 后面这里里高一点 然后直接用姜粉 姜粉然后加一点姜汤 或是温开水 不要加太多 然后直接就这里搓 搓热了它也干了 你根本这样就已经温敷进去了 那你如果要把这个热 再维持久一点 可以稍微头筋啊 稍微盖一下 这个是被允许的 但那种都是蛮透气 我觉得效果都很好 那干了之后 你一天可以搓好几次啊 那随时不是24小时都在温 也没有负担 然后姜粉又干净的 完全干净的 那你看我们在按推的时候 有些重病患者 你按推的时候 我们按推完都会用红豆袋 有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 你要局部进去 我说直接最有效 这时候你也当然也可以这样用 就是直接姜粉 然后加一点点温开水 不要太稀有 稠稠的 就把它搓干 搓到那个都没有水 干掉你也不用包扎 尽可能不要在身体 还用姜粉泥 然后贴个 好像胶布或纱布这样 这个都比较密不透气 怕很多后遗症 那你搓干了 它热就进去了 那个热可以维持很久 因为患者的衣服又穿下来 可以直接穿 没有问题 那穿了 它又可以保暖 那热就慢慢渗透进去 所以我说 在外热源的使用 原始点我看到 各种案例进来 我只有一个感觉 越直接越有效 然后姜的热源 是效果非常好 已经无可取代了 有这种感觉 如果所有的热源给我选择 我会用姜 然后微卜当然这些也不错 因为它也不是说要渗透到很深层 那如果要很深层 你可以用姜粉 会更深层 它借由皮肤慢慢吸收进去 会更好 那你看 它可以做到很精细 譬如你把痛点找出来 你就直接用少量的姜粉 然后加一点温热开水 然后就在那个痛点 最后已经揉完了 9秒钟 你在把它舒缓的时候 就这样搓几下 然后搓干 如果它实在很寒 你就来回个两三次 那这样热就进去 患者的感觉是怎么样 感觉那个热 是慢慢的 很舒服的渗透进去 那当然每一个患者的感受是不一样 我们说的最高原则 还是以患者怎么样 能承受为一 如果他感觉一次 这样他就很好了 那就不用再第二次第三次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今天放这三个的用意很明显 我说即便轻重症 我们不要一直用过去那种心态 我以前这样治好了 我就停留在这样 然后以为我已经很厉害 随时要怎么样 反思 随原始点的人 没有什么大了不起 一定要怎么样 用谦卑的心 然后每个患者来 每一次来我都用一种全新的心态来面临 然后我随时想怎么来改进我的方法 让我的方法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对患者有帮助 这样我们才能够 我们那个愿才能够发出来 才能圆满各位想帮助病人的心 要不然你们也发心要帮助病人 那这个法没有把它越精致 有些到最后 很可能 我说的遇到一些皮肤比较有问题的 容易过敏的 你常常有一些痴 你就出了问题 未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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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